規訓顧會 事情的導火線是一名32歲 宏姓男子 寄欠相差19歲的前女友 約10萬元的現金和金氏 分手後還不肯歸還 女子於是找來兩名男子 到前男友家中討債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宏姓男子一氣之下 持20公分長水果刀砍人 造成其中一人右大腿和左胸 都有嚴重的穿刺傷 送一後搶救人懸告不至 前男友討債是正姓男子 及高姓男子 向他19歲的姐弟恋 因為洪姓男子疑似欠錢不還 分手後當不了朋友 自己掛彩受傷不說 如今還背上一條人命 被移送法辦 近新聞綜合報導